在一間三鴨公協會代表 可以簽名的方式 代表將跟熱東部 分加南分數合作 可以參觀、實施、公讀等方式 後代專心在比較進展 可以了解相關三鴨和個人的訴求 剛才幫助他們 找到學校的工作 也補助重點三鴨的領域欠款 讓我們希望藉由產協會的力量 能夠引領我們青年朋友 投入這些產業來工作 包括我們安排企業參訪 或者是企業提供實習的機會 或者是公讀 乃至於我們正式的工作機會 那可以協助青年人 可以事半功倍 減少摸索的這個時間 那希望台灣在重點產業的人才的缺口 可以藉由這個計畫 讓青年朋友快速的對接 然後有很好的直愛發展 在中共學會 國主代表不一樣 領有的三鴨 對著分家人分數 增加就業公務 和這幾個分年的主委 相當困難 也共同不得客 都要拿進去電子科技 才有爭斗 只要青年有這麼臉的態度 和價格官 他們都願意提供機會 把業要動起來的話 必須要人輕人來帶動這些產業進來 所以不能只是只是科技業 所以要人輕人來進來先了解 他可以用在一起的時候 一年至兩年來瞭解這個產業 但後來有產業機上 很多很好玩的東西 很多美妙的東西 他可以去享受 不是說在科技就 在科技才叫科技人 其實傳統產業也是科技產業 分家人分數中以國家發展 也以家長的心情 建議年輕人可以成功坐著車 中哥人才到貨物車 也是一種好的發展 分數在後的取消邀請 有議員的產業家庭 比車家好好自家 減少青年酒車 驚萬望路 但新聞君子彩虹報道